Live TV 紫杯新闻寂静 绝海虚空起 说婆夜浪流 若人登彼岸 极乐有归舟 为引导大众颤除罪业 永离茫茫夜海与生死轮回之苦 台北生命道场日前举办三十系列法会 恭请赞德法师祖法 祈愿以此发挥功德 让六道众生皆得离苦 法界有情同正解脱 赞德法师祈勉大众 菩萨道德精髓在于发菩提心利益众生 希望人人难行能行 为了众生的苦恼 生死努力修行 必能获得身心真正安乐 今天三十系列的华会 这是中风祖师 他从毕竟修行的所有的正量精华 全部荣于三十系列 写成一个仪轨 我们遗照这个仪轨 它有净土的开示 有禅的精华 有密的密意 要来令所有未文化的众生得到法药 得到了脱生死的根源 让他们齐迷就结 让所有众生能够在今天的华会当中 了悟过去 无明造成他们的生死 执着造成他们没办法解脱 种种的 种种的束缚 让他心开意结 而来听闻佛法 得佛加持 诸佛菩萨的加倍 来为他们的离苦 这种生死大业 来为他们加持 希望他们就从今天就能够离苦 也为我们现世者 在三十系列的精华法药里面 这是修行的前觉 这是让我们能够离生死而来成就佛道的 这种佛法的精水 都在三十系列 因为华法 无高下 华法都是让我们成就佛道的一个光明大道 不分彼此的 只是众生的根基 众生的因缘而定的 所以每一种华门 都适合每一种众生的修持 我们的赞叹 我们的随喜 为齐勤诸佛菩萨 慈悲加持 信众代表 依序敬献香花灯图国的石供养后 赞德法师为大众说明三十系列的功德及利益 可为现世亲有其福 也能超见亡者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勉励与会者信愿念佛 并能具足善根福德因缘 解开无名执着的束缚 法会圆满前 大众跟随法师将功德回向 在虔诚的心念中 人人挥动经番 愿经咒的功德普及于一切 所有亡灵同瞻法意 恶业消除 善业挣扎 也愿世间众生 永离烦恼 广发无上菩提心 正德 清静 涅槃过 生命电视台北采访报道 周相肆意 扑鼻而来 一年一度的腊八节 千年不断的慈悲法源 持续在各道场传播着如迷共佛的无量功德 我们高雄煮北大厂 要来煮这个腊八粥 八料 今天很多二天 要差不多在三十二天 来八料 来切菜 要差不多在三点钟的时间 今天要很多二天 发心 八料好 问一下 我差不多在三点 就开始来煮 一天煮一顶 差不多在对热料 煮到食 差不多要在那一点钟 我们的缩量是差不多在那一季 一定是差不多在那三千万 所以要煮到差不多在那十一点 就能完成 农历十二月初八这一天 是纪念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佛陀成道纪念日 由于佛陀在成道前历经六年的苦恨 其间饥饿至极时 得与牧养女共辱迷 才恢复体力能继续修行 后人感念佛陀所受苦难 也效法牧养女共生的散行 每到这一天 各地佛教道场总会煮粥与人结缘 由于佛陀成道日这一天 刚好是腊月初八 因此又称此粥为腊八粥 高植菜头比较硬 我们先把它切小一点 后面的叶子比较嫩 我们就把它切稍微大一点 这样煮的时候就比较好煮 不会说有的熟了 有的还没熟 在佛陀成道日可以做这个工作 跟大家结缘是很好的事情 经过一天的前置备料后 第二天从凌晨三点开始 高雄慈悲道场的志工们 历经了八九个小时的时间 一直到近中午时分 才能陆续煮好三千碗的腊八粥 尽管辛苦 但志工们却笑容满面 纪念佛陀成道日 祝腊八粥以众结缘 大家心情都很欢喜 做善事 师父都很慈悲 都以众结缘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今天是农历十二月八号腊八 是佛陀成道日 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法宝节 很高兴今天能来为 生命电视台高雄慈悲道场 来煮这个腊八粥跟大众结缘 今天凌晨差不多三点就来准备 来开始煮了 大家一工都很发心 来帮忙成就这个善业 让大家知道佛陀他的成道的殊胜 差不多煮三千碗要跟大家结缘 希望大家吃到这个腊八粥都能福费增长 滑喜充满 为了纪念佛陀成道的故事 每年在佛陀成道日这一天 世界各地的佛教道场 都承袭着梦阳女贡州的伟大功德 以八种豆骨熬煮成粥 随处结缘 今年度高雄慈悲道场 也在志工们的共同成就之下 完成了三千份腊八粥的欢喜结缘 祈愿众人无量功德 福慧增上 所有善缘善愿皆得成就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在屏东县万丹乡的万丹护生狗园 环境淳朴 肥沃的土地上 种植着各式的作物 像是红豆和香蕉 隶属于海桃法师慈悲之业 台湾旧狗协会的万丹护生狗园 占地面积共两分地 静密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123头猪和383只狗 所有物名皆能在此安年享乐 园区分座AB两栋 平常工作人员会将 A栋外围的草地上的牧草割除 在送至宁静的坎顶护生园区 提供该地的物名粮食所需 此外 园区内部的空地还种植了水果 像是木瓜和番茄等 还栽培了一些花卉 更增添极许盎然生机 两栋建筑皆饲养着狗儿 但在A栋多收养了株枝 每只狗儿背后都有各自的故事 有的来自栋宝防疫所 挂着项圈的就是肥弃养 有的则是从小到大就在这里长大 从未离开过狗园 园内的狗儿除了分栋放置以外 生病的狗会另外安排收养在独立的笼内 其他项个性比较胆怯的狗 因为之前遭遗弃或虐待的梦业 人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心灵 会帮助其适应环境 也会安排先饲养在各自的笼子里 万丹护生狗园内不断有新客进驻 前些日子 适逢过年佳节 又多收养了近50只的小狗 而近日园内的猪还生了两头小猪 成为园区中的教客 每到下秋之际 最令工作人员担心的是台风的到来 以及雨水的侵入 这会使动物们生病 除了天灾带来的担忧以外 宁静的养鸭场也是一大顾虑 因为纷飞的鸭毛飞进狗篮里 也会增加动物间传染疾病的机会 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地 介绍园区的环境和照顾动物的细节 充分感受到他们对动物们付出的爱护与关心 希望能给这些可爱的毛小孩和猪只门最完善的环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以及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此出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万丹护生狗园 动物们的桃花园中安享晚年 台湾救狗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固执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能在园里获得重生 快乐地展现活泼的天性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让爱心永远绵延不断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随着环保、食物安全 以及友善动物的意识抬头 国内外蔬食主义的超市逐渐升行 蔬食上机开始成为市场抢工的新目标 例如这间在欧洲十分有名 源自德国的Vegens维根超市 各类多样化的商品应有尽有 无奶、无蛋的食材也能做出多种的美味糕点 此外不只是面包 还有各式沙拉、卷饼、汉堡、三明治、饮料等等 甚至还提供纯素的套餐 采用纯植物性蛋白质所做出来的烧肉 口感与烹调都十分到位 在这间从德国红到美国的Vegens超市中 各种新鲜蔬果和素食产品领党满目 纯植物性乳制品及肉制品 在户籍健康之余也不失味蕾的享受 它们的美味让许多婚食朋友也赞不绝口 超市中更有孩子们爱吃的零嘴 全部都是全素 不用担心吃到含奶蛋等过敏源 或是卵糖中含动物成分的米胶 此外这里也提供各式美味的植物奶 如豆奶、杏仁奶、腰果奶、米奶、野奶等等 每种口味都让人怨怨欲视 其营养价值以及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皆是牛奶无法比拟的 而VGS 维根超市之所以成为欧洲知名蔬食主义的超市 除了丰富多样的食品之外 其生活用品以及保养品和化妆品 不但没有动物实验也没有动物成分 让许多爱护动物又爱美的女性有更多的选择 这类兼顾环保、健康以及护身的超市 除了在欧洲日益盛行 在台湾也逐渐崛起 近年来蔬食实体超市及网络超市陆续出炉 世界各地有志一同共同打造健康环保的永续未来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